面對食安問題 雙北市長郝龍斌還有朱立倫都主張要重罰 而台中市長胡志強今天說 政府要做的是查與罰 就要祭出更嚴格的處罰 政府沒有別的話講 就是查與罰 如果查與罰 沒辦法達到效果 那就要考慮 更嚴格的規範和更重的處罰 現在很多國家 你在經過海關 機場海關的時候 他不查行李 他抽卡 但是一旦查到 就嚴重處罰